大家好,老韩,今天咱们来看一看2023年在美国市场购买哪些电车产品可以减税 感谢大家订阅,点赞,评论转发,点亮,小铃,大 首先还是要声明一点,老韩这是汽车频道 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税务问题,或者对这个政策的细节有哪些疑问 大家请参考国税级的官网,或者咨询大家的会计师 咱们汽车频道就聊车 享受这个政策是有一些条件的,包括家庭收入,包括户主的收入都是有一个上限的 超过这个上限就没法享受这个政策了 还有它规定主要是在美国境内使用 这车只能是买的,是全款或者分期付款买的 例子的车是不享受这个政策的 还有这车只能是自用的,用来再销售的车是不可以的 车辆的要求必须是插电的,包括纯电插电的和插电是混动的 电池容量至少是7000瓦时的 车辆的总质量,就是车辆的总重量 车辆的自重,再加上额定的载员,额定的载货 总质量小于14000磅 在北美总装下限,对价格也有要求 它是以MSRP价格为例的 就是车窗纸上,包括这车的基础价格 包括你的选装,买包,包括任何的原厂附件都算在里面 不含运费的厂家指导零售价 按这个MSRP的价格算 你像dealer什么家的价啊,或者dealer家的配置啊,家的装饰啊 只要不在这个原厂车窗纸上,就都不算 当然也不算税费哈 One,包括miniOne,SUV,皮卡,这些车型呢 MSRP不得超过8万块 其他车型呢,不得超过5万5千块 政策的执行条例在4月份有一个变化 这个政策分成两段哈 一段呢,是2023年1月1号到4月17号投入使用的车 另一段呢,是从4月18号之后投入使用的车辆 今年4月17号之前,含4月17号呢 它的基本金额是2500块 最小是7000瓦时的电池呢,就加417块 整个电池的容量如果超过了5000瓦时呢 每个千瓦时再给你加417块 那最小的7000瓦时的电池 起步的减税额就是3751块 最高是7500块 根据颁布的相关法案 4月18号之后投入使用的车辆 它就快要分成两部分 如果仅仅是电池内关键矿物质满足法规要求 就会享受到3750块的减税 如果仅仅是电池组件满足了要求 是减3750块的税 如果两者同时满足要求 一共会减7500块的税 那我们还是先看比较有实用价值的 就是在今年4月18号之后 投入使用的车型有哪些可以享受到减免的 首先是雪佛兰家族啊 BOLD EV BOLD EV定位在次锦凑极两下仙倍轿车 是2017款上出来的哈 2022款上呢进行了适度的升级 这车呢配了单电机最大马力200匹 最大扭矩266磅费 65千瓦时的电池组 最大续航能力259英里 一共有两款基础配置 MSRP的起售价呢在3万块钱左右 按照规定最高可以获得7500块的减税额度 这么一看呢这小车就挺划算哈 一共就花个3万多块钱减了7500块钱的税 如果大家想买一个比较小的比较便宜的车 平时呢能拿来代步 还能够减7500块钱的税 那这个车可能是这个榜单里最实用的车了 相对来讲呢这个Bolt EUV就非常年轻了 它实际上跟那个Bolt EV啊 就像一个长腿的长高的Bolt EV 它是2022款上推出的一款纯电的刺锦凑极SUV 动力总成跟Bolt EV都一样哈 配备了单电机最大马力200匹 最大扭矩266磅费 也是配了65千瓦时的电池 最大续航能力为247英里 这个车的MSRP呢 从29000不到一直到34000不到 这么一看如果再减7500块钱的税 还是比较划算的 雪佛兰家族呢 在这里还列了2024款的三款车型 当然现在呢 我在低来也没有看到哈 官网上呢 属于一个定车的状态 也都是纯电车型了 两款SUV 一款电卡 均可以获得最高7500块钱的减税额度 克莱斯勒的Pacific插电板呢 也在列表当中 这个车呢 最近有几位朋友跟我聊哈 坐的人又多 还能减税 插电板的Pacific呢 现在有三款基础配置 由于它是mini1车型嘛 价格上限是到了8万块 所以这三款车型呢 你就使劲配 配到Pacific的天花板 也应该都在减税范围内哈 它配的是3.6升V6发动机和双电机 最大综合马力可以达到260匹 配的是96个单元的16千瓦时的电池组 也是最多可以减7500块钱的税 福特车型呢 相对就多一些哈 车型种类也比较多 首先是大翼全顺 它是底电后驱 最大马力266匹 最大扭矩317磅费 配的是68千瓦时的电池 它呢 根据车顶形式的区别 最大续航能力 从108英里到126英里不等 大半车型的起售价呢 在55000块左右 买它最高可以获得3750块的减税额 一虎的插电板混动车型 配的是2.5升发动机 做的插电式混动 最大马力210匹 官网起售价40500 减税额最高可达3750块 福特F150的电卡 它分成标准和超长续航两个版本哈 两个版本呢 也都在列 标准版的最大马力是452匹 长续航版的最大马力是580匹 最大扭矩两者都是775磅费 标准版呢 配的是98千瓦时的电池组 最大续航能力240英里 长续航版本呢 配的是131千瓦时的电池组 最大续航能力为300或320英里 福特电卡的起售价呢 是近6万块 最高可以获得7500块的减税额 顶格哈 当然还有Muston的Mark E哈 这个呢 之前咱们也比较详细的 捞过这个车了 4万多的起售价 最多可以获得3750块的减税额 吉普家大窃两排座的插电混动版本 也是在列表上的哈 因为戴R那个三排座的版本呢 它是没有插电版本了 配的是2.0T的四缸涡轮增压发动机 搭载巴素自动变速箱 做的插电式混动 最大马力375匹 这个车呢 在官网上的起售价 从6万多到7万多 2023年度最高也是可以获得 3750块的减税额 插电版的木马人 情况跟大窃插电版差不太多哈 同样也是2.0T的机器 加的8AT做的插混 MSRP的起售价呢 从5万多到6万多 相对的能比大窃的插电版要便宜一些哈 最高也可享受3750块的减税额 林肯也有两款插混车型入围 一款是Aviator的Ground Touring车型 3.0升双污轮增压 加的10AT做的插电式混动 这个猛哈 最大马力494匹 最大扭矩630磅费 EPA公布 这台车的最大续航里程为460英里 起售价7万出头 驾尔上去了 最高可以获得7500块的减税额度 Cosair Grand Touring 这车呢 是列装的2.5升4杆 加CVT变速箱 做的插混 最大马力266匹 官网的MSRP 起售价为54000 最高可以获得3750块的减税额 下面这一篇呢 是特斯拉 这就不用多说了 特斯拉大家都熟哈 像Model 3的Performance和后驱标准续航版本 只要把MSRP控制在55000以内 就可获得7500块的顶额减税额 Model Y的四驱版本 长续航的四驱版本 和Performance版本 把各种选装都加上 指导价要是控制在8万块钱以内 也是可以获得7500块的减税额 凯迪拉克这个电车SUV 它有单电机版本后驱版本 和双电机四驱版本 两个版本哈 后驱版的最大马力340匹 最大扭矩325磅费 最大续航能力是308英里 四驱版呢 最大马力是500匹 最大扭矩450磅费 最大续航能力为307英里 有三款基础配置 分别都有四驱版和后驱版可以选择 MSRP的起售价为6万不到 也可以看到哈 加上选配之后 应该会低于8万块 通用在定价上呢 肯定也小心翼翼的 卡在这个8万块钱红线以下了 新势力Ravin 它的两款车型呢 一个SUV一个皮卡 都可以分别获得最高 3750块的减税额度 大众的ID4系列呢 也可以得到最多顶格的 7500块钱的减税额度哈 那在今年1月1号起 到今年的4月17号止 这段时间内投入使用的车型 我们看看有什么区别哈 首先是奥迪Q5的插电板车型 它也在4月17号之前的减税表里面 它当时还是顶格的7500块钱的减税额哈 在4月18号之后投入使用的 奥迪Q5插电板车型 就无法享受今年度的减税额了 还有宝马的330E 最高可以享受5836块的减税额度 但是要在4月17号之前使用 4月18号之后使用 就没有这个额度了 还有宝马X5的插电混动版本 4月17号投入使用 最高可以享受7500块钱的减税额度 Genicense GV70 如果在4月17号之前投入使用 也是可以享受顶格的7500块钱的减税额度哈 18号之后使用就没有了 在4月17号之前使用的车型里面 还有日产的Leave哈 全系列上吧 顶格7500块钱的减税 但是在4月18号之后就没有了 日产的起个大早 早早就开始干电车哈 沃尔沃的S60插电版本 也是同样的情况 如果在4月17号之前 投入使用 可以享受相对应的减税金额 但是如果4月18号之后 开始使用的S60插电版 全系没有减税额度 综上就在今天我们简单看一看 2023年度在美国市场买哪些车 可以享受到国税局的税减额度 还是那句话 如果大家关心税务问题 和详细的税务政策 大家请参考国税局官网 或咨询自己的会计师 以上视频 谢谢大家